因為我們那個防疫的預算 變了8400億 我們針對那個紓困的部分 是用行業別 沒有個人紓困機 那全世界這樣的國家是非常少的啦 大概就台灣跟中國大陸 蘇生昌大概也知道這個問題 說防疫有風險 政府沒錢啊 就是保險公司進來這樣 就是保險局你研議一下 那個防疫險是不是可以推 這個防疫險不是去年才有 2020就有 然後你知道會出現Omicron 可是你就是要警覺嘛 你既然簽了這種保單 你就要注意全世界疫情的發展 是啊 你沒有這樣做嘛 所以才會牽到那麼多人嘛 壞著許光該溫潭 那個 黃天幕自己還是保險局出身的 保險公司你們不要搞到自己 信任赤字 我以後誰敢跟你保 你隨時可以單方取消 最剛好就用擺機對不對 所以怪不得我們很多東西都推不動 不用農業險 那你碰到偏災啊你就要賠嘛 那到時候你可以自己cancel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保險公司 所以保險公司都一定要賺 那你的感受就會是這樣子啊 所以今晚會你一定要擔在第三方 要自訂遊戲規則啦 沒有人這樣啦 其實基本上像亮哥剛才講 就我所知這個防疫險 當初投保大概500到1000塊左右的range 嗯 那賠償的金額有些比較高 可能比如5、6萬 對 有些2、3萬 它是一張保單 然後裡面有不同的理賠項目 如果你確診了 如果你被駕隔了 那現在你這0加7的政策出來 請問一下 你現在沒有辦法理賠的時候要怎麼辦 因為它的風險降為0嘛 我不可能被駕隔了 那你要怎麼去做 金管會這個時候要跳出來 去協商 比如說他們投保是1000塊 確診的比例假設 賠償的金額8成 及格2成 那你是不是退回2成 他當初投保的保分 至少這是一個辦法 是嗎 不管金額的大小 只要有誠意去跟大家解決 但是你這個是對於民眾的一個交代嘛 你讓我進了這個遊戲了 然後你現在政府 你叫我插你的屁股 當然不要 那所以你金管會這個時候 就是要辦一個公道博的角色嘛 出來切割好 剛剛事先講的對 防疫險本質是意外險 意外險本來就允許重複保嘛 是 除非你證明他作弊 他故意去確診 脫口罩退診 那這個是你保險公司的本事嘛 不然那個意外險本來就是可以重複保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